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想要占领政府 并将领导人拉玛尔救出来 拉玛尔是一个残暴的教徒 五年前被抓进了奥杰吉亚监狱 麦格尔在监狱中和室友们谋划着越狱 室友希德担心麦格尔会不会带自己离开 在得到麦格尔的再次确认后 他们才安下心来 麦格尔让希德放风 自己带着维谱卸下头顶的灯 一起钻进了上面的通道 很快他们顺着通道来到了楼顶 麦格尔看着不远处的探照灯和炮火撑 现在就等那些灯熄灭了 麦格尔在等待探照灯闪烁的信号 只要探照灯闪烁后的24小时 就是他们越狱的时间 维谱称这些探照灯从未熄灭过 麦格尔鼓励他要有信心 但等了一会儿后信号灯还是没有闪烁 这样维谱有些绝望 他已经为逃跑等待了四年 四年前麦格尔带领大家越狱失败 被关禁闭直到现在才回到囚房 不过麦格尔告诉维谱 自己还有一个计划 麦格尔所说的这个备选计划正是林肯 小黑告诉了林肯一些关于麦格尔服刑的事情 但现在还不知道麦格尔为什么不与两人相认 就在这时 林肯发现有人在偷听 林肯打开门发现了一个孩子 孩子看见林肯转身就跑 小黑则在孩子呆过的门下 发现了一张牵纸鹤 牵纸鹤写着找到光之酋长 我就会重获自由 林肯认出了麦格尔的笔记 这是麦格尔给自己的信息 小黑提议关于光之酋长可以先去问问西巴 西巴此时在劝说父亲逃走 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正是他这样的政府人员 父亲执意要和国家共存亡 而且现在哪有钱逃走 途中所需要一大笔钱才可以 这让西巴陷入了沉思 这时小黑和林肯找到了西巴 西巴知道乌蒂斯是林肯的弟弟 就告诉林肯 自己怎么样也不会帮助你 不过林肯拿出一大笔钱 这些钱足够西巴和父亲逃出野门 西巴只好答应和林肯合作 另一边萨拉收到了林肯发给自己的视频 萨拉看到视频中的麦格尔很是难过 这时雅各布的电话打了进来 萨拉只能掩饰伤心的情绪 接通了电话 雅各布称自己曾经在经济学方面 为政府提供了博弈论方面的建议 这次的刺杀可能和政府有关 萨拉向雅各布保证 这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随后嘱咐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萨拉来到国务院想要了解麦格尔的情况 让萨拉没想到的是 保罗负责接待此事 萨拉并不想和保罗说话 但现在想要了解具体的事情 只能通过保罗 保罗称 乌提斯杀害了中情局高级官员 被抓进监狱 从那时起 麦格尔的官方信息全部做了修改 能做到这样的人屈指可数 其中一个就是麦格尔这个天才 很有可能是麦格尔自己谋划的失踪 萨拉听到这里 转身离开了保罗的办公室中 恐怖组织炮火距离监狱越来越近 维普告诉麦格尔 我们最多还有两天时间离开 等恐怖组织来到这里 我们要么被炮弹炸死 要么被恐怖组织的人杀死 另一边西巴拿着麦格尔的纸条 告诉林肯自己只是为了钱 这是西巴发现纸条上有许多的小点 西巴看着这些小点猜测 这可能是一串电话号码 西巴马上拨通了这串电话号 电话被转到了电气工程部主任 突尼斯的语言信箱中 林肯马上想到 这可能就是麦格尔所提到的光之酋长 随后三人来到了位于萨纳的电气工程部 保安称因为战争 很多人都已经逃走了 突尼斯去了郊外寻找自己的女儿 保安将地址给了三人 但突尼斯的位置在郊区 那里现在是战争前线 进去就相当于自杀 西巴并不想找死带两人去郊区 林肯告诉西巴 如果见不到光之酋长 你也拿不到钱 西巴为了钱 只能和林肯小黑一同前往 另一边萨拉刚刚回到家中 保罗就将一个监控画面发给了萨拉 监控里正是麦格尔枪杀 中情局副局长的画面 萨拉并不相信画面是真的 曾经他们也是这样冤枉林肯的 保罗称第二天麦格尔就坐飞机去了野门 他下飞机时遗失了背包 背包中正是摘有中情局副局长血迹的衣服 证据确凿麦格尔就是凶手 萨拉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来医院找到了雅各布 将麦格尔的事告诉了他 雅各布是博弈论方面的专家 或许他能在这件事上提出建议 麦格尔此时在牢房试图 拉拢一名叫雅的韩国籍囚犯 他既是一名隐君子 也是顶级的黑客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将手机弄进监狱的 他还是皇后乐队的忠实粉丝 他经常在家里黑进世界各国的高额网络账户 用盗取的钱收藏汉马车和直升机 当然还包括皇后乐队主唱 弗莱迪·摩克瑞的骨灰 维普不知道迈克尔是如何知道此事的 迈克尔称自己在他独眼没饭时问的 让维普有些吃醋 维普一直以为自己懂迈克尔 但现在看来好像自己并不了解迈克尔 迈克尔安慰维普 你是最懂我的 你是我的优势 我的杀手锏 这句话让维普很是高兴 雅各布告诉萨拉 博弈论中一个人需要成为两面派 和每个人做朋友 直到你不在需要为止 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 让大家对你的忠诚 做出违反自己利益的事情 就像之前利用萨拉那样 萨拉想要知道迈克尔为什么会抛弃家人 雅各布称 从你告诉我的那件事情 迈克尔已经变了 他总是有自己的小算盘 但是算得太深 最后会将人逼疯 他会变得一心求胜 而不去考虑胜利的本身是对是错 迈克尔看希德很是恐慌 就询问怎么回事 希德称这次摘阅 监狱要将关禁币的囚犯释放出来 里面关的是恐怖组织的头目 拉马希尔和他的手下 他会杀了自己的 因为自己是名同性恋 这在当地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所以希德被判了20年 希德想要再次确认迈克尔是否会带自己离开 迈克尔问希德要了一片口香糖 并告诉希德这将成为越狱的导火索 迈克尔回到牢房 将口香糖的锡纸放在电池两端 电流通过锡纸将锡纸点燃 再加上维捕的袜子 制造了一个简易的火堆 迈克尔用火将铁管里的水烧开 再将围巾浸满开水包在脸上 迈克尔的脸瞬间被烫红 韦普趁机叫来预警称 迈克尔发烧了 很快希巴带着林肯和小黑 来到了政府控制的边界 过了这里就是恐怖组织的领地 邵兵本不想让几人过去 林肯只好拿出500元与邵兵打赌 我们能回来 邵兵开心地拿过去 就放三人过去 在邵兵看来这个钱他赢定了 城市被炮火炸得不成样子 马路上到处挂着尸体 不久三人来到了恐怖组织的少恰 上前盘问的人正是希巴的前男友 他已经加入了恐怖组织 还称我们会占领下这座城市 这让希巴非常难受 这时政府军已经到了附近的公园 恐怖组织的人全部前往公园 打算与政府军对抗 这也让三人成功地躲过了一劫 迈克尔来到警卫室 想要一些退烧药 警卫知道面前的这人是恐怖组织的成员 还在进入监狱的一周后企图越狱 生气的警卫将他一顿暴打 迈克尔被打倒在地很是难受 其他警卫看不下去 就给了迈克尔退烧药 迈克尔赶快将药放进口中 并喝了水 随后警卫将迈克尔送回了牢房 迈克尔从口中拿出了退烧药 并告诉亚 这个是马菲的防治药 迈克尔想用退烧药和亚 交换手机和信用卡 称自己要用来点一份披萨 很快迈克尔三人来到了兔尼斯的家 但附近有恐怖组织的人守着 迈克尔只能带大家从楼顶发了进去 他们在房间内成功地找到了兔尼斯 迈克尔告诉兔尼斯 自己是来救你的 兔尼斯称自己要走也可以 有个条件就是带上自己的女儿 兔尼斯的女儿被困在对面学校的地窖中 恐怖组织的人正在挨下挨护地寻找幸存者 兔尼斯告诉迈克尔 我们可以从学校的后门进去 但此时有一辆恐怖组织的车正停在后门处 林肯打算抢过车冲出去吸引恐怖组织的注意 其他人从楼顶过去 开车赶快离开这里 林肯趁着司机打电话时 打开车门将司机打晕并拉了下来 然后让兔尼斯的女儿带着孩子们赶快出来 并开车带着所有人离开 恐怖组织的人发现林肯赶快追击 很快林肯就与西巴会合 两人开着车带着大家向政府军封锁的边境开去 恐怖组织的人也开车驾着重机枪追了上来 很快林肯和西巴的车到了边境 守卫发现了不对劲 马上开枪杀死了恐怖组织的人 所有人这才得救 林肯这次救人的行动 让西巴改变了一些对他的看法 当所有人安全后 兔尼斯称 自己的儿子因为喜欢上一个男人被判了20年 前几天自己去监狱看望他时 他称有办法可以逃出去 儿子让他将全城的店切断 就有人能带着他从监狱逃出来 本来一周前就应该安排好的 但女儿却陷入了危险 所以这才耽误了很长时间 兔尼斯打算今晚让店闸跳动两下 来给他们一个24小时后越狱的信号 小黑这时担心 这里可能撑不过24小时了 另一边萨拉来接小麦放学 但等到所有学生都离开后 也不见小麦出来 萨拉焦急地寻找着小麦 还好在不远处的公园中找到了小麦 小麦称一个披萨外卖员给了自己一个纸花 萨拉一眼认出了这是麦格尔给自己的定情信物 萨拉打开直话后里面写着 众生皆隐藏风暴即将至 此时麦格尔在监狱中看到了电灯闪了两下的信号 这就意味着玉玉很快就要开始 此时马歇尔从禁闭室走了出来 希德害怕地赶快逃走 马歇尔出来紧紧地拥抱着麦格尔 并询问你为我们安排好了出去的路吗 麦格尔告诉马歇尔明晚开始 越狱第五季的第二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麦格尔进入监狱的目的 难道是救马歇尔出去吗 麦格尔为什么要救马歇尔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集我会接着和大家讲解 越狱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